为什么绣球花只展叶子不开花 辛辛苦苦一整年打烊了绣球 结果到头来一朵花都不开 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缺少光照 你不要以为绣球洗衣 你就不给它晒太阳 绣球缺少光照 它就没有时间积累这个足够的营养 它就自然开不了花了 第二个就是撕毁 就是冬天休眠之前 跟春天开始展叶子的时候 你一定要及时给它撕毁 通用型的围料 然后那个领甲型的围料 你都要用 然后开始有花包的时候 你直接用这个领酸 第三就是修剪 很多绣球花开好了以后 如果你不修剪的话 它会在树上挂好几个月 你不及时修剪的话 它就会影响你的下一波花 绣球花一定是越早剪越好 很多博主会跟你讲 一定要在八月份之前要剪掉 但是我跟你讲 特别是北方的花 一定要早一点剪 早一点剪 现在六月份可以开始修剪了 不然明年你就看不到花了 赶紧去剪 你早一点点把它这个花剪掉 它这个营养才会积累 给下面的芽店去门花 下面才会门花出花芽 不然太晚了 营养积累不够 到时候后面怎么门花呢 门花个鬼啊 所以不要再等了 直接赶进去 把你的绣球卡卡卡剪掉 到时候 指展也不开花 不要来怪我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